这是楚科奇人最原始的真实影像,然而他们的后代则经历着最为艰难的时期。 即便是在如此恶劣的苦寒之地,楚科奇人也能极为安逸地生活,因为他们身边生活着一种神奇的动物——驯鹿。 在整个台园上,驯鹿被称为是除了男人以外,最为珍贵的宝贝,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伙伴。 在西方的很多传说和童话里,驯鹿总是英雄的得力助手。 然而一年一度的驯鹿装扮日,是楚科奇人最为重视的日子,这一天他们会将自己引以为傲的驯鹿拉出来赛跑。 以此来炫耀并找出谁家的驯鹿最多最快速。 你看看这速度,真的堪比时速200公里的家用小汽车,在楚科奇目名的欢声笑语中,谁家的驯鹿最硬和大家自然心知肚明。 每个楚科奇家族都会放牧近一万头的驯鹿用于生活,每天回龙的时刻都是最为艰难的,楚科奇人通常都会先安顿住最顽劣的那只,其他的驯鹿才有跟着这只领头羊回龙的可能。 而饲养这些驯鹿不是一个简单的事,楚科奇人会跟随驯鹿的迁徙而迁徙。 顽劣的小蜜被驯服,其他驯鹿回龙也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。 楚科奇人和驯鹿的关系密不可分,就好比二郎神和啸天犬的关系,是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的存在。 驯鹿平时的火势极为简单,就是台原地区冻土下的苔藓和小草,只要此区域没有了驯鹿可食用的东西,它们就会立刻启程寻找草料丰富的区域定居。 即便外面是零下六十度的低温天气,也不影响楚科奇人屋内的火热。 楚科奇人的一生都离不开驯鹿,它们的早餐就是生吃驯鹿肉肉,如此硬核的早餐你敢来上一口吗? 小宝贝们在婴儿时期,也会喝驯鹿的鹿奶来补充营养。 驯鹿的皮外套更是能为楚科奇人饱满。 其实楚科奇人的社会结构基于家族和部落,一般来说,一个部落有几个家庭组成,他们共同狩猎,分享食物并且帮助保护彼此。 这只白色的驯鹿,在楚科奇人所见的驯鹿里被称为祥瑞,今天你能看到,说明你今年一定有好运。 由于这些尚未被开化的楚科奇人,长久以来一直居住在地球最边缘的地方,与现代人类的生活已经相差甚远。